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常就要多诵经 多念佛 你要做功课做着 就好像说你要灭火 那你要有灭火器先买着 你们已经着火了 你才去找灭火器 你才去外面买灭火器 那回来屋子已经烧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平常就要准备好灭火器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那什么叫准备好灭火器 就是你平常就要诵经 你平常就要念佛 你那个念佛的力道在 有那个念佛的力道 要有那种念佛的力道 你才念起佛来 你才能够降服 那是第一种 第二种 平常你就要观察 你平常跟人的相处之间 你就要训练从小情绪当中 从小情绪当中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学会控制 你会等到大情绪出现了 你就不晓得手忙脚乱 小的情绪是怎么样 小的情绪 比如说你在那里吃饭 有人太急了走过去 蹬蹬 动了你的桌子 让你吓一跳 甚至于那个汤都弄在你身上 这要讲起来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你要能控制 等到遇大事的时候 你就你才能控制 什么叫大事 大事大非或者大生死 或者是大的金钱往来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就大事了 你够一条很大的钱 对吧 还是逛倒下钱 一台倒下 整百万 那个就大事情了 你那个时候你控制的才控制得住 你那个小小情绪你都控制不住 小小情绪你都控制不住的话 那你说你要控制 大情绪就不容易了 这样知道吧 那你要能控制 首先要熟悉控制的事情 其次你要怎么样 你要培养能控制的泡能力 你比较去都要拿两份 或者诵经 而且诵经不能飘着诵 念佛不能飘着念 不是的 是要怎么样 是要真实的念起佛来就意念佛 诵起经来就入那个经文 你平常不是这样的 佛号飘着飘着飘着 等一下你生气了 你情绪起来了 还是飘着飘着 但是本来念佛就没做主 你听我的意思吗 念佛你就没做主啊 佛号在你身心当中不做主人啊 那这样的话 你要拿佛号来控制情绪是难的 那你说那我拿别的控制情绪 我告诉你 离开那个境界 然后念佛 这是最快的控制方法 你说什么做观想啊 什么转念啊 那都是在念佛第一 第一时间控制住了之后 臭面的事情 这样懂我意思吗 是这样子 所以控制情绪是一件人生的大课题 是人生的大课题 那一定要有所准备 有所准备 我们说什么道理 道理是还是要的 但道理在第一阶段 人的情绪不是靠道理发生的 你比如说这样 你生气 你有没有这样生气 我要生气了 我因为他这样 所以我要生气了 我要生气了 我要生气了 我生气 你有这样吗 你是这样生气的吗 当然不是嘛 你这样 你是怎么生气的 根本没有预计 你就生气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 情绪在让你生气 不是道理在让你生气 当然你说不合道理 所以我生气 那是不合道理之后 那个不合道理的本身造成情绪 然后又因为这个情绪而生气 你要记得 所以生气情绪来 基本上 一般人他不会用理性去生气 产生生气 那你说难道有时候因为理性而思维造成生气 有啊 我就常常这样 我要假装生气 或者我想一想 我现在非得生气不可 然后就去鼓一鼓气 然后去骂人 因为做老师的人是这样 要衡量 这个就没骂了 我说这狗的 这狗的骂就没效了 他现在要睡了 你看 有天才有 这样就好去睡了 不是说不可以骂 他的骂没效 这样 你就要不要骂 但是这个这个要骂 这个产生一个情绪 把他骂一顿 而且他想好了怎么骂他 而且打算把他骂到什么程度 都已经估算好了 是这样 那这是当老师的人 那种生气不是真生气 是什么 是陷起杜众生的愤怒下 那个不叫生气 一般我们讲生气就是被情绪引动无法控制 这才叫 比如才叫生气 才叫什么某一种情绪 那这个时候你看看他是用情绪的 所以你既然情绪起来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超越情绪的力量 来阻断他 一般来讲 理性太慢了 因为理性还经过分析 你懂啊 不过当然了 有的人理性还是强的 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当你生气的时候 你对于生气这些事情 所造成的结果 以及他发起的原因 可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立刻观察 我现在要生气了 生气的原因是这个 一秒之内你全部都清楚 清楚了之后 你第二秒呢 你可以让正面思维告诉你 嗯 这个生气没到 这个生气结果会很糟 这个生气会让人造成 会造成我发泄了情绪的同时 我会很后悔 这个时候你的理性强过了情绪 那大家就不生气了 你懂吗 可是不生气只是现场不发飙 不意味着怎么样 不意味着你没有烦恼 懂吗 有时候生气是某一件事情 让我们不愉快 所以我发飙了 就控制不住 可是我一控制 我不发飙 可是不愉快 你知道吗 我们说要怎么 吃死鬼 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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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你看起来控制了 我常常有些学生 他看起来遇到什么状况 我问他有没有事 没事 我知道有事 明天在你就是这样 明天在他抱抱抱来说 明天在他说他要走 然后就跟你讲一堆理由 你就知道 昨天那个没事才是有事 还不如让他发报 因为他的情绪经过一碗的酝酿 挂了 崩溃了 可能啊 因为他的理性在虚伪 包装那个爆炸力 他只是理性上这样看 可是他并没有消解 这是什么呢 这叫做垃圾桶式的情绪管理 你看垃圾桶喔 垃圾一直塞 又增加了 再塞 有没有 他就盖着就没事 但是垃圾还在 对 等一下又有垃圾 再塞 塞 然后呢塞到后来 你越塞他能量越大 能量越大就发酵 你都浓之 黑之 都在那里 最后呢 腐化了那个垃圾桶的外壳 也就是你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了 最后有一天 噗 流出浓之 整个屋子 屋西八海 你看那个儿夫妻 有的师兄弟 有的师徒 就是这样子 已经困满 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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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压 我说佛教徒 我说佛教徒不能生气 我说佛教徒不能生气 洁癖型佛教徒 而且还是虚伪的洁癖佛教徒 虚伪啊 他不敢面对自己的情绪啊 我是佛教徒 佛教徒是念佛的人 所以 阿弥陀 阿弥陀 我感谢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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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爆表了 一直在爆表 哪一天就怎么样 可能就是 压倒落头的某一根稻草 对不对 砰 然后就全部就 什么坏的话都讲得出来 道友 夫妻 私生 朋友 公司行好的员工跟老板 或者是职员跟职员之间 就是这样 所以说情绪会怎样 那就是你没有正视情绪的发生 那所以怎么办 首先你要有power第一种 第二种你要观察 第三种离开境界 第四种就是 先忍住 对不对 先要转念 因为转念的意思就是 发爆没意义 发爆你付出的代价更大 你要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身份 或者是说 你跟他的关系 你要知道 朋友的关系也好 甚至夫妻的关系也好 有一些话可以吵架 可以 夫妻吵架 只能够假吵架 不能争吵架 争吵架 争吵架就完了 当真 就挂了 你没有真正爱我 那个标签就标出彼此 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 从小学 小学段不用教这个 国中以上 应该要教这个 但国中还不太能懂 高中以上 就应该要教这个 但写书的人 本身可能就是感情 家庭感情崩溃的人 你要知道 现在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能写书 写得很好听 乃至于所谓的什么 什么感情 什么专家 他自己就感情很惨 这样 他怎么能教你 只有我们这种 在感情外的人 才最好讲 你要知道 我们古人讲覆水难收 跟昨天我讲的那个 拿水泼出去 那不一样两件事情 泼出去的时候 泼出去的水 不再回来 是指嫁女儿 嫁老公 嫁女儿 嫁给人 不是 娶太太 那我也要独立成家 我这个男人也独立成家 我也要 承担这个家 那也是一种 泼出去的水 你祸出去啦 你死亡啊 你不行 要不要再交到朋友 你也祸出去啦 那女儿 女人嫁出去 妈妈 会泼出去的水 就告诉他 我是你的老头子 但是没得到最后的机会 你们人来教我 你是自己的人 当然大家都是流着泪啊 自己 自己的千金 掌上明珠 就这样嫁出去 他们一定 一定辛苦啊 可是如果你还爱着他 你还抓着他 那你就害得他的幸福 那一边 男人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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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男人 女人 你害得他们家 你人我嫁出去 你真家人要嫁 你跟你家人说 不要嫁 男人 男人是买 男人 女人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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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就这样啊 你们ran 所以 所以这样讲起来就知道了 男人如果 负心那 你 埋 你不睡著了 骑士!? 渥男啊 那鱼心狗会 是不是啊 叫你都知道鱼心阳为什么来的 蚝肉 你女儿拔嘴拔出去 要专心靠着 你这个渣男啊 渣男 你居然这样干 当然让人一切都 都失去了道义 不过话说回来 有时候为了要让这份感情还在 你要先问 我昨天讲你要先问 你到底还爱不爱他 如果爱他的话 问题就出现在 爱情的领地当中有没有割让这件事情 古人是有 他也有点带一点委屈 但是呢 他在衡量的结果 他觉得他那份割让 还是有 没有全书 没有全部诗 所以他得一些 有时候是你 人生就是这样的 没有全盘拿的 当然呢 到现代来相对好很多了 华人的文化里头因为是血缘崇拜 所以呢 女人家如果在这个夫家当中 因为没生小孩或怎么样 在整个家族里失去了地位 他剩下来的地位就是什么 继续保持大娘 大老婆的地位 容许了这个血缘关系的延续 他就让他去取二的 取三的 就这样来 所以华人文化里头没有 因为他没有上帝信仰 他没有婚姻神圣制这种概念 华人里头没有婚姻神圣 婚姻神圣是特别有讲婚姻神圣的天主教 所以他们不同意 这个同性婚姻是天经地义的 人家认识他的宗教信仰是这样的 你得要尊重 就像我们要尊重同性恋者一样 就互相尊重 是要这样 你不能讲都不能讲 现在的整个社会是讲都不能讲 那对天主教徒太不公平 太不公平 不是说我袒护谁 我不是这意思 我说我佛教对于同性恋是比较平等的 比较中庸一点看 我讲中庸伤了别人 我说看法会有接受的空间 但是我说空间额也有佛教徒不接受的 也有佛教出家法师断然不接受的 这点你们要弄清楚 因为佛教比较开放 容许公开讨论 是这样 有些长老就跟 我跟某些长老干法一样 是他有条件接受 也就是说他必须从一而终 他也不能滥性 是这样 你们都在一起 是婚姻也不是婚姻没关系 那你们就是从一而终 就像正式的夫妻一样 不能够换来换去 换性伴女 吃毒 然后增加性兴奋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这不是正常的样子 好了 那是婚姻神圣制 华人文化里头没有 华人文化里头没有的话 那因此呢 他三七六妾就变得很自然 皇帝都是七十二宫 二十什么什么 三十六妾的 那你死老百姓 有一点钱取个三七六妾算什么 他就变这样了 所以女人在华人的这一套文化里头 缺乏主体 那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拜完颤才讲的 他连死了都不能够入祖先牌位 你要知道 行不行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乃至于呢 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 黄氏 张氏 叶氏 是这样的 叶氏 就是姓叶的 就这样而已 姓张的 姓陈的 就这样而已 连个名字都不需要 好啦 给一个名字啦 黄氏的 黄氏的 有啊 有秀名吗 有没有啦 年轻人不知道吗 你很难想象吗 有没有啦 有 有 有 可不可以你们年轻比较大 阿嬷没得到你以前都要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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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那是怎么那么高散 说 这样的 较好有钱 好妖事 你给你看看 很惨了 是不是 所以文化 文化不能有沙文主义 哪一个古国的文化都有它黑暗面 你懂吗 是这样子 印度也有啊 佛陀出生在印度 印度文化基本上是很有信仰味道 但是也是有它黑暗面 是这样 华人也是 不要拿那种老气横秋的说法 我们文化古国 我们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华人到海外去都是华人斗华人 这是好文化吗 这不是好文化 文化一定有善有恶 因为那是凡夫所成 所以不要有那种文化沙文主义 因此就不要有我族 优秀主义 懂吗 二次大战跟一次大战都是这样的 都是我族优秀 你看那希特勒 他们都是这样 见那面 希特勒 就是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 我有很久才能够 是这样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族优 那都是我执 那都是我执 我执造成世界大战 你看看 造成世界大战 所以也是不对 所以情绪的控制 在很多情况之下就是因为压抑 垃圾统治 他就爆 爆了就说出那个不能回收的话 你要知道 特别是道友 师生 深交的朋友 深交的朋友 夫妻 关系越深的越不能够争吵架 什么叫争吵架 你真的把对他的某一种 长期存在的不满 真实的 不掩饰的 强烈的把他给坦白说出来 你要知道那是虚伪一下 任何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解读 都不是真实 都是基于自己的我执做立场 这叫做人际关系的测不准原理 测不准原理 什么叫测不准 就是因为你去观察 被你观察的也被你影响 你懂吗 所以你怎么观察他 得出来的结果都有你的影响在里头 这完全符合佛教的概念 你说这个人是好人 那是你的角度说的 你说你要爱国 是的 应该爱国 那你说你要恨哪一国 搞不好你上一辈子你就是那一国人 都是你现在的角度跟现在的立场在看事情 所以说夫妻 朋友 道友 师生 工作伙伴 好朋友 举凡这一类 都是密切关系的人 密切关系的人不能够太相信自己对他的解读 所以宏一大师曾经讲 这也不是他的创建 华人文化里头一直有这个观念 那其实这也是符合佛教 他说君子之交什么 淡如水 咫尺天涯 天涯咫尺 淡如水是这样 什么叫咫尺天涯 我跟你就生活在一起 我们还是要相近奴賓 在天涯的奴賓 为什么 我不知道最深刻的你是谁 所以宏一大师说 人际的关系使得你如果能够保持一个敬 跟尊 这两件事 什么叫敬 敬他的才能 敬他的存在 尊 尊重他跟你的关系 最后还加上一个恩 念恩 师兄弟可以念恩 师徒念恩 道友念恩 夫妻念恩 兄弟念恩 那因为念恩再加上尊跟敬 有了一段什么呢 应有的保持着的那种尊敬的距离 那个距离不是基于恶意 也不是基于不信任 是基于尊敬 那咫尺天涯 虽然这么近 夫妻睡在一起是咫尺 但是呢 有一个向天涯比邻的这种 尊重关系 导姑还说天涯之词 即便是夫妻相隔两地 信任对方 念恩彼此 不会将恩仇报 你能证明这是佛法吗 当然能证明啊 世尊立八境法 他一方面要求比丘明要依子比丘学习 但是他又要立八境法 为什么八境 敬比丘如师如父 如长如凶 那人家都尊敬你如师如父 如长如凶的 那你这个比丘 难不成还要亲慢他为女人吗 你还要对他讲亲慢的话吗 你还要对他产生 溺爱 贪爱 情爱吗 当然不敢 这就是敬中有学习 尊重有关系 但不于 所以这叫做古人讲 以礼而作乐 以礼乐来调伏彼此的感情 在何疑之度上 那跟夫妻相信卢宾不是一样吗 所以那个敬很重要 敬彼此 我说过师徒要敬 师徒要敬 怎么讲 徒敬师是什么原因 我要没有师父我怎么出家 我要没有师父我怎么懂佛法 我要没有师父我怎么乃至甚至没有一碗 一碗出家饭可吃 衣服可穿 是师父的福德因缘人迹 或者度众生的前行 才让我能够安住道场 诗敬徒 要不要徒敬师 那师又敬徒什么意思 小小道人不可亲事 我今天看定心师 不是说我溺爱他 不是 是因为他小小道人不可亲事 我还是要教的 还是要教 但教我不会公开骂他 所以要让他有懂得 他终究还是师父 人家他已经有粉丝了 昨天一堆人在问 我可不可以见到定心师父 我去问文师会见到 我就说不行 他很忙 我看你知道他在习吗 他已经开始有粉丝了 然后呢 这第一种 第二种 他都还不懂 我也是凡夫 他来这里学习 敢剔头出家 有胆量 看得及我 什么都还不懂 本来应该灰心上智 我正在慢慢教 他愿意学 所以我也尊敬他 将来有机会利益众生 师徒相敬 他不是单方面的 你能够在人际关系 一开始你就弄对 你因为人际关系 会升起的情绪反应 当然就减很低 你在根源上面减低 听懂吗 外面在讲 所谓情绪关系的书 没有一本会讲到这个 我没骗你 你再怎么找都没有这种东西 这是佛法特有的智慧 才看得出来 护持中华护身协会 邮政华波 赋名 中华护身协会 华波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 195679 012001 195679 护持护身放身超度 阴身卫生胎儿 明镜月 释迦摩尼佛 殊胜功德日 慈悲之夜 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八观摘戒 礼拜 88佛 鸿名宝灿 护身 济慈悲诗时 恭请 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 8月27日 星期六 时间 上午9点 地点 佛教中山书方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 7楼 恰选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 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 高雄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智业 基金会 南投峰会 成征义工 恰选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点 南投县 草屯镇 正新街 70号 出唐 从摄出石 当愿众生 深入佛制 又出散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行 康夺 警察 康备 有 市匣